放暑假 学校为了要鼓励孩子多多阅读 都会开出书单 让孩子可以在放假的时间自我充实 同时也要写阅读感想 县佛文化学就特别设立一个暑假作业专区 学校的老师来提供一个阅读书单 那我们图书馆就会尽全力 来把这些书搜集到阅读的专区里面去 因为小朋友非常的方便 就是你只要到图书馆来这边 然后就可以找到他需要写心得的书籍 小朋友一走到这个专区 就开始看学校所开出来的书单 然后选书 他们都觉得很方便 而且在这么炎热的天气 可以在图书馆吹冷气写功课也很舒服 图书馆的冷气很凉 然后把书都收集起来 让我们找的时间比较可以缩短比较快 因为很热开来图书馆 看书还有一些功课 就是台北京妈选择好了 孩子就可以马上就可以阅读了 馆方表示 提供这样的服务 可以减轻一些家庭的负担 不用特别到书局去买书 而且这区的书籍只能在馆内阅读 所以不用担心会借不到 专区的书是不外借的 那小朋友到图书馆来 就可以轻松地完成 他的一个暑假作业的一个写作 那他也可以在这边 写完他的一个暑假作业之后呢 他也可以看看他自己喜欢的书 那相对性的就是慢慢的 是一个互惠的一个部分 书看完后 马上动手写下感想 相信每位小朋友 都希望可以赶紧将暑假功课完成 这样就可以去选择 自己喜欢的书籍来看 南投县政府文化局图书馆 希望藉由这个专区的成立 培养孩子好的阅读习惯